風興最主要的我們競爭練力 我們有三樣嘛 一個是鋼鋼 一個是鋼筋 一個是棒線紙產品 那我們的鋼鋼的產品的種類多樣化 我們有鑿鐵、炒鐵、扁鐵、方鋼 倒背如流的介紹自家產品 他是台灣鋼鐵業的橋柱 風興鋼鐵的掌舵手李明如 風興鋼鐵我們已經走過了50年嘛 1969年 林明如的父親林文貴創辦風興鋼鐵 半世紀以來以務實的作風打下堅固基礎 林明如2000年接班後 持續帶領公司穩健成長 近10年每股存益及現金股力 雙雙超過兩元 連中鋼都比不上 是鋼鐵業的長線獲利王 現在鋼鐵工廠是我們風興 在國內鋼鐵 我們算是最有競爭能力的一個工廠 然而長達50年的經營路上 風興鋼鐵並非一帆風順 公司成立第三年就進公司的林明如 回憶當年父親如何挺過難關 我們那個倉庫都被貼上銀行抵押品 那個時候真的是風雨飄搖了 我們那時候資本才八千萬 那八千萬能夠幹什麼 然後買一條船 第一條船就虧了一千多萬 他的為人處事其實就是誠信 他的誠信兩個字 他就是 所以他的經營裡面就是誠信經營 穩健創新 他的觀念都是這樣 所以在那個最困難的時候 他就跟董事會很坦白地講說 公司經營不下了 那個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而且他自己率先要拿錢出來 也許這個就是聽說聽說人 就是你很實在 你很腳踏實地 然後你也不會說 那個時候就利用 就是說無鬼搬運 六指大指 然後一步一步就是慢慢地把它克服 那結果這克服以後 真的就是步上 慢慢就步上談得 已經高齡96歲的林文貴 依然每天到公司 關心國際鋼鐵新聞 寄予無料價格 他也展露精湛的書法實力 揮好寫下一聲的信條 誠信文件四字 送給我們 四代交替我想 因為我們第二代 我父親是第一代 你知道他已經到96歲了 那我們第二代都是70歲上下 比方說我都已經73歲了 那也應該是交班的時候 沒有自己對公司放不下 沒有人可以取代你 我從來沒有那種觀念 而且第三代他們都是 從國外流血回來 他們的國際觀 他們的語言能力 其實我想會有不同的領導方式 不同的境界 大方暢談接班的理念 林明如言談中 藏不住對下一代的驕傲與期待 那個就鋼胚 那個就鋼胚 鋼胚出來就那個 很漂亮的那種顏色 穿著工程服裝 熟練的帶我們參觀場區 他就是林明如的長子林大軍 去年封信股東會改選董事 林大軍當選董事 並接任總經理 而林明如的弟弟林蒙碧 也宣布退休 交曝棋子林奇瑞 封信第三代接班泰士已經明朗 封信創立五十週年之際 公司還有了新的方向 今年話題度最高的飯店之一 就屬六月在台中谷關開幕的 鴻系諾亞谷關 而背後的操盤手 就是方從封信鋼鐵退休的林蒙碧 這個是我弟弟個人 他對這個觀光溫泉飯店 他有很大的興趣跟熱衷 但我們只是純粹投資的角度 林蒙碧早在八年前 就為這塊世外桃園經驗 隨後找上日本旅宿品牌 新野集團 打造了頂級獨家村 若想體驗這裡的溫泉與美景 一個晚上至少要兩萬元 你想要訂的話 現在十一月十二月 你訂不到房間 本業穩定成長 新事業正要起步 第三代接班梯隊也已成行 鋒型鋼鐵將以轉型的面目 邁入下一個五十年 就算了 旅行鋒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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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鋒